兄弟们养这种冷水鲜鱼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 用三寸水养了5年的冷水鱼 我觉得还是冷水鲜鱼最治愈人心 每当进入爱好原生池啊 同鱼儿互动起来 让我很快就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 我想大家也发现的 鱼翅的冷水鲜鱼又多了很多 这不最近受台风天气影响 我这里难得下了一场大雨 雨是很猛啊 小西也发了一场洪水 我估摸着之前干枯的泉眼 或许又有冷水鲜鱼冲出来了 这个钓冷水鲜鱼的中央饮料养了两个月 也终于成熟了 这东西钓鱼简直嘎嘎香啊 就是这个过程嘛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瞧这刚收割下来的蜂涌 像极了蜜桃成熟时 我每次钓冷水鲜鱼用的都是6号金锈钩 穿上蜂涌 饮料一入水啊 蜂涌那个味道一散开 基本上一钓一个准 大家仔细看 刚放进全眼不到一秒钟就上后了 看样子 今天的渔火注定不凡 这回更让我惊喜的就在下一秒 这么大的内水鲜鱼接下来大家曾经是感受下 我从来没钓这么大条 这什么概念啊 我这么大一条看这样子的 和普通鲜鱼长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度过的 简直不太爽很多网友担心说 这鱼会不会被钓绝 这怎么可能啊 都是从机下河跑出来的 只要水倒不断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鱼出来 今天这两个半小时的收获相当不错 我趁着下足足两斤 400块钱就这样到手的 这条最大的趁着下出乎硬要的轻 只有按两不到 那样子消毒十分钟 自从上次小雕当着我面偷了一条冷水鲜鱼 我就把它关在这里面吃过 看样子他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很乖巧 现在还他自由吧 希望又别整出什么幺蛾子 消毒后的鱼啊状态相当不错 有了去年养冷水鲜鱼的经验 现在顺利多了 至今没死过一条 我总感觉这傻雕还是在打水池里鱼儿的主意 没有一个动作是托鱼的 今天也一定要剩下了这么多蜂拥 全都喂鱼吧 要不然放着也会被蚂蚁偷吃光 看了这个画面 大家就知道了 冷水鲜鱼有多爱吃蜂拥的吧 这一窝窝的 一点不怕人 互动心超级好 开头我就说的没错吧 养这鱼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 因为下午有几个小时 阳光会照射进鱼池 为了避免生水藻 接下来就放一些多灵鱼鱼 除藻 今天这小雕还是挺乖巧的 又好是在疯狂试探 也许是我上次说的话 直接到了它的灵魂 哎 就可惜了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中药